兄弟三人又是相依 寻找母亲的坚定信念一直支撑着他们 母亲是个什么我都不知道 自己剩下就没有妈妈 就觉得太失望了 三个孩子寻母三十年 命运之手将会带给他们怎样的结局 我们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 我母亲也可能不在 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要寻找我妈妈妈 妈妈你在哪儿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在贵州省赫章县古吉乡原寨村 一个小生命咕咕坠地 第一次做父亲的陶仁超 面对着这个幼小的生命 心里无比的喜悦 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又有着一丝无法弥补的遗憾 母亲是个什么我都不知道 对于母亲这个词 陶仁超是陌生的 三十多年来 他对于母亲的概念 只是来源于一个名字 刘晓远 别人在家母亲 自己都没有那种感觉 陶仁超在陶家排行老三 他还有两个哥哥 陶仁军和陶仁冰 在陶仁超的印象中 三十年前 自己的母亲是突然失踪的 他是个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 什么相貌我都不知道 就是把自己剩下来就没有妈妈 就觉得太失望了 就是没意思 人在世上没有妈妈 就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你说 假如肯定我们记得一点 是好 那心里还好一点 那时候什么 什么叫母亲都不知道 三年后 父亲又因病去世了 从此以后 兄弟三人就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没有父母的照顾 兄弟三人的日子过得十分难过 孤独和思念 是他们兄弟三人最多的共同话题 他们经常问我说 你晓得我妈妈到哪里去吗 我说我确实不晓得 真的你不晓得 哪个地方的人的时候 我是知道的 我确实不知道 母亲失踪 没过多久 父亲又去世了 是孤独和无助 陪伴着陶家三兄弟长大 这无父无母的三十年 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遗憾和缺失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现在最小的老三陶仁超 都已经过了儿立之年 而他们那已经年迈的母亲 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不知道 母亲为什么会突然失踪 三十年前的那一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问题和他们对母亲的思念 一直纠缠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陶家三兄弟寻找母亲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 即使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 关于母亲的任何信息 家里的亲戚和村里人也不断地告诉他们 妈妈已经不在了 兄弟三人却不相信这个说法 他们坚信母亲应该还在世上 也从未放弃过寻找母亲的信念 那么这三兄弟最终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吗 三十年来 陶家三兄弟从未收到过任何关于母亲的消息 于是在村里和亲友们之间 便流传起了母亲抛弃了他们的说法 我心情还挺难事 假如我室友妈妈的话 人家就不会说我 和母亲抛弃了他们这种说法比起来 陶家三兄弟更不愿听到的是大家都在说 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三兄弟的小姨刘远芬曾经想过 将他们接到身边照顾 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孩子们爷爷奶奶的反对 我们说把那个孩子带过来读书 后来尤其是他老弟不懂当理 说什么我儿子是我带去买的 我炒了几轮后 还没有打几轮后 我们炒了乳丹车 最后没有带成我 所以没有做到几个孩子都没有做到几个孩子 他们要稍微好一点 伤过好像伤过二年纪还是三年纪 我就没伤过 这个心里都不识自己 母亲失踪那年 陶家三兄弟 老大陶仁君十二岁 老二陶仁兵六岁 老三陶仁超只有两岁 三年后父亲也病逝了 从此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不仅彻底失去了母亲的音讯 更是成了没父没母的孤儿 于是兄弟三人 只能靠着亲朋的接纪相依为命 而当时刚满十四岁的老大陶仁君 变成了弟弟们的依靠 在陶家三兄弟心里 是寻找母亲的坚定信念 让他们在艰苦的生活中坚持了下来 因为大哥陶仁君总是和两个弟弟说 母亲在的时候 父亲从外面喝酒回来打他们时 母亲总是用身体紧紧地护着兄弟三人 就是我爸爸嘛 我爸爸信念不好嘛 信念不好就是不顾再个家嘛 我感觉母亲是个什么我都不知道 也没上过学 对这些东西都不懂 我以为那没有母亲也没有母亲 我们地方没有妈妈的人 人家就说我们是孤儿啊这样子吧 没钱读书 当时只有十四岁的大哥陶仁君 只是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出门打工 为了将母亲找回 兄弟三人小小年纪就开始赚钱 等待可以出去寻找妈妈的那一天 他们找了几块地方的 也找不着 我爸爸在身上就一直不停地在吸血 我爸就觉得非常遗憾 他也一直都在帮我妈吸血 吸血在着 因为我们两个地方比较便宜 为了寻找母亲 他们总是去不同的城市打工 希望这个临时落脚的城市 能够给他们带来一点线索 能够寻找到母亲 可是每次带给他们的只有湿袜 很多一去过 云南一去过 没有打照片就没办法 就是洗血的方式 就是打死 叫什么名字 是住在哪里 就是这样子去找 要说有点点希望 我们都要去 陶价三兄弟 连母亲的照片都没有一张 仅凭着刘晓远这个名字 和地方口音去找寻辨别 因为母亲失踪时 他们还很小 母亲留给他们的印象太模糊了 这也给他们的寻找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上当受骗也是难免的 本来打工又没多少钱 好像到云南那次就 本来就没钱了 带点钱过去 差点被人家骗着 陶价三兄弟 说起那次遭遇 至今还是唏嘘不已 他自称他是派出所的 给我们联系 他就我们带多少钱 多少钱 需要花多少钱这样子 听到了母亲被找到的消息 兄弟三人都很高兴 没有多想就带着钱过去了 说派出所找到 开了一个车过来 那就 就我们给他上车 但是他也没穿警服什么的 即便是这样 兄弟三人也没有发现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他们完全被找到 母亲的喜悦所蒙蔽 直到那个自称民警的人 一定要他们把钱交出来时 他们才有所警觉 我们也就跑到当地派出所去问 后来一查就没有 没有这么回事情 通过兄弟三人的描述 当地的民警 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 发现那个自称警察的人 根本就是个骗子 专作骗人进入传交组织的事 去了差点被那个传销 那特别失望吗 其实没有 即使是这样 三十年来 陶家三兄弟从未停止过 寻找母亲的步伐 尤其是从几年前开始 兄弟们相继成家 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于是寻找母亲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 就是我 就是打听 就是洗心 就没有回应 陶仁兵说 最苦的时候 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 哥哥就带着他们出去要饭 但是就是在那种情况下 他们也从来没有绝望过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就是一定要出去把妈妈找回来 陶家兄弟为了寻找母亲 经常到不同的城市打工 无论到哪 他们都会在当地寻找母亲的下落 三十年下来 他们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给很多地方政府公安局写过信 但是都没有收到过任何讯息 直到几年前 他们从一位长辈那里打听到 当年母亲是被人贩子卖到了江苏披州 这一线索 无疑给兄弟三人带来了莫莫大的希望 可是三十年过去了 他们的母亲还会在江苏披州吗 陶家三兄弟真的能找到三十年来 阴信全无的母亲吗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兄弟三人多方求助 最终得知母亲失踪的真相 我三个多次没有交过母亲 肯定是有人骗台到这里来 几经辗转 刚寻得的线索又戛然而止 想找着有不多 在这里呢 他不知道能哪去 妈妈你在哪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三十年前 陶家三兄弟的母亲刘晓远突然失踪了 后来得知是被人贩子卖到了梯州 一个名叫王善辉的男人家里 当年人贩子被抓获之后 公安机关通知他们的父亲到披州来领母亲 但父亲因为身无分门便耽搁了下来 而且他也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三个孩子 那时候他就 他就父母有没有种效 那时候我就说 也不懂嘛 我感觉母亲是个 什么我都不知道 如今父亲已经过世多年 他们才从长辈那里知道了母亲失踪的真相 于是他们就给皮州市公安局张军局长写了一封信 贵州合掌下这个姓 姓涛这个小伙子 我写了一封信 两张子内容不多 但是我看了以后感到很心烦 这封信不长 前后不到两页纸 信中用最简单的语言 据述了兄弟三人 想要寻找失踪三十年的母亲的愿望 然而 就是这样的一封信 也是兄弟三人 拜托小姨 请人帮忙带写的 比如洗心呀 或者什么样 这些我们都是 一直我们都是跟他说 你帮我们洗心呀 或者怎么样 你就帮我们去洗 我们自己洗不了 但是一直我们就跟他说 我二哥 我哥跟他说 怎么洗怎么洗 类似于这样的寻亲求助信 公安局几乎每天都能收到 然而 这封信 就让身为局长的张军 这个在公安战线 奋战了几十年的铁血汉子 都为之动容了 特别是在最后一句话 我的亲人母亲在哪里头 所以我特别受到 这个县令所有一种震动 所以我当局呢 就洗给我们一个副局长 就让信处地带人去找去 接到张军局长的夹急批示之后 公安干警们立刻展开了调查寻找 由于时隔九远 三十年前的案件 没有留下多少有效信息 而且当年警方在通知受怀人家属后 也认为受怀人已经和家属一起回家了 谁还能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 如今唯一的线索 就是那个名叫王善辉的男人 当年刘晓远就是被迈到 披州战城镇的这个男人家里 那么警方能找到他吗 陶家三兄弟的母亲是否会在那里呢 感觉就是这个很困难 三十年都离开了 上哪里去找这个人啊 民警们通过调阅三十年前的案件卷宗 又对照现在的户籍信息 居然发现有两个名为王善辉的人 都比较接近陶家三兄弟所提供的线索 发现我们匹州呢 总共有两个王善辉 然后这两个人呢 都生活在我们匹州市展城镇 一个呢是以九四八年出城的 一个呢是以九六六年出城的 后来呢就是这个以九四八年出城这个呢 我们就称它为大王善辉 那个六六年出城的呢 想对年龄小一点 我们称为小王善辉 这个大王善辉呢 据这个村里的这个干部呢 说塔甲辉姓朱 叫朱叔真 这个甲辉呢 是屠城屠城的匹州人 不是外地人 当时就把这个呢 就否定了 然后那个小王善辉呢 塔甲辉姓朵叫罗钦 然后塔的那个机关上呢 填的是贵州神 看到贵州两个字 民警们顿时眼前一亮 那么这个罗钦会不会 就是导家三兄弟的母亲刘小远呢 我有打电话给存的队长 队长呢 就是对这个罗钦和王善辉家 小王善辉家 这个信息呢比较熟悉 他告诉我说的 这个罗钦 重庆量也就是45到50岁之间 绝对没有60岁 但是根据那个贺长线 来信寻找母亲这个年龄腿段呢 他的母亲应该在60岁以上 所以说这一块呢 又给否定了 从年龄上又否定了 两个王善辉 似乎都和刘小远无关 唯一的线索 难道就这样断了吗 民警决定 还是去着两个王善辉的家里 去了解一下情况 于是就先来到了这位 出生于1948年的王善辉家里 我老婆死以后呢 有两年多了 两年两三年了 就是跟那个朋友 那也得跟我说啊 他给你介绍吧 结果呢 就是画两千的意思啊 他从本来带来的画两千 他的一集画 让民警大吃一惊 原来户籍信息上登记的妻子 朱书珍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而在此之前 他有过两任妻子 其中第二任 名叫刘远端 是自己当年花了两千多元钱 从别人那里买了的媳妇 眼前这位已过花家之年的老人 回忆起自己和刘远端 在一起生活的成年往事 依然历历在目 王山辉说 当时刘远端给他的印象是非常勤劳 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 也还算过得去 但是刘远端在他家 待了不到一年就走了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他不愿意叫我 要他 大事都给他闹一年 王山辉说 自己和第一任妻子 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而刘远端和他的孩子相处不好 有一天他刚好不在家 大女儿又和刘远端发生了争吵 当时刘远端一气之下 就离家出走了 他回家得知后 出去找过几次都没有下落 他现在也想知道刘远端在哪里 想找着有很多 在这人还不知道能拿去 还有账气之下 陶家三兄弟提供的唯一线索 就是从父辈那里打听到的这句话 刘小远被人贩子卖到了 批州战城镇的一个叫 王善辉的男人家里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信息 批州市的民警们几经辗转 从几位同教王善辉的男人当中 找到了最接近情况的这位 他承认在三十年前确实花钱让别人给自己介绍了一个老婆 这个女的也确实来自云贵一代 但是他并不叫刘小远 而叫刘远端 王善辉说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近一年 感情不错 可是刘远端和自己前妻的孩子们相处不好 后来便离家出走了 至今没有阴信 他现在也很想知道这个刘远端在哪 兄弟三人用了三十年 就在他们认为即将要找到母亲的时候 命运似乎又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自己的母亲刘小远并不在王善辉的家里 这让陶家三兄弟高涨的心绪一下跌到了谷底 他们苦苦寻找了几十年的母亲刘小远 现在究竟在哪呢 找到了王善辉 但是却没有见到他所说的第二任妻子刘远端 大家谁也不清楚 这个刘远端是不是陶家三兄弟 寻找了三十年的母亲刘小远 于是皮州市公安局的民警们决定 无论如何都要先找到这个叫刘远端的女人 民警查阅了大量的户籍资料 把附近乡镇名为刘远端的人的资料 全部调了出来 找到了和陶家兄弟的母亲刘小远 年龄相近的几个人 让王善辉辨认 然后王善辉呢 看了之后他否定了 他说不是 就在皮州警方苦于线索再次中断的时候 远在贵州等待消息的陶家兄弟们更是心急如焚 一次次充满希望 又一次次失望 他们真的是心如刀割 陶家兄弟担心 如果这次又和之前一样 最终又是以失望收场 小远留远分 可能会因为承受不了打击而倒下 就在大家苦于找不到线索的时候 民警曹雪磊突然想到 这个刘远端会不会又改了名字呢 就在这个人口信息网上进行这个模糊检索 我们查一下之后呢 就是发现这个喝狗就洗衣室喝狗阵 有一个妇女叫刘远端 他这个年龄呢 应该和这个他们虚母的这个年龄呢 应该相仿 一次之差 发音相似 而且民警们发现 这个名为刘远端的人 和陶家三兄弟的小姨刘远分 有些相似 刘远端或是陶家兄弟的母亲吗 为了不放过一丝线索 匹州警方决定 先到这个人家里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去的时候到他家里呢 因为他他没在家 没在家呢 他的小女儿和他的女婿在家里 终于在河沟镇小河村的老陈家 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然后我们一问说这是刘远端家 说是的 然后就他们就是看到管干警来了吗 但是心里头就是也是很疑惑 就是找他妈妈干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问他你妈妈是哪里人 他说是贵族的 哎呦一听到贵族的这个时候 你知道吧 我们觉得心里头你知道吧 有点激动了 随后民警又进一步得知 他的妈妈就是陶家兄弟所生活的村庄里出来的 而且在那里也结过婚 生育了三个孩子 走房的民警隐隐觉得 这次可能真的是找对人了 就问他 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你有一个姨妈 叫这个刘远粉 那个他女儿一听说知道 我知道我姨妈叫这个刘远粉 好的 民警找到了这个人叫刘远端贵州人 30年前嫁到了小河村的陈家 育有一子两女 那么这个刘远端究竟是不是 陶家三兄弟的母亲刘小远呢 民警们把这一消息转告给了陶家三兄弟 他们一听到有母亲的线索 就马上决定从贵州启程赶到披州来 我们现在就朝信息应该去 好 所以你会说有没有韩国母亲 没有没有 到现在我30多时候都没有韩国 没有交过母亲 一点印象的没有 我那个小弟他长得很像 他没说这个就是你母亲长得很像 我说那是我母亲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想 没想念 没办法 那怎么该 我们真的不容易死 30多年 一路上 陶仁兵和陶仁超除了激动之外 还有些紧张 因为他们的内心有着太多的疑问 他们想知道答案又害怕知道答案 这不是好了吗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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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现在不是好吗 看我坐在用起的人群一眼就能找到你的 肯定就是亲人 不用上前询问 甚至不用走近观察 陶家兄弟二人刚走进村口 刘元端就控制不住 哭倒在地 因为只需一眼他就知道 那就是他30年未见的亲生骨肉 不错 刘元端就是陶家兄弟苦苦找寻了30年的母亲 刘小远 30年了 妈妈还健康的活在世上 陶家兄弟内心的喜悦 无以言表 然而在开心的同时 他们还有一个藏在心里30年 不敢说出口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这么久了 妈妈一点音讯也没有 这是他们的问题 也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疑问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30年杳无音讯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会离开我们 手好飘都忽然不敢 埋藏在兄弟三人心中的谜团 母亲又该如何回答 最近跟他是三个儿子 经常打我经常忙 妈妈你在哪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他就是陶家三兄弟的母亲刘小远 30年前来到P州后 自己改名叫刘远端 后来在心仪登记户籍信息时 又改成了刘远端 不要哭了嘛 一架就喘起来 还要哭什么 不要哭 面对自己已过而立之年的儿子 他再也无需隐瞒 把自己当年的遭遇全部诉说了出来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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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结婚了 他在家里面怎么样 他怎么样就是飘了堵了 什么都干 不问 不干会儿 适合飘堵 适合飘堵 会儿不干 什么事情不问 刘远端说 陶家三兄弟的父亲叫陶家强 当年嫁给他 完全是因为家里定的娃娃亲 两人没有任何感情基础 婚后关系也不好 把人的媳妇带去跑 带去自己走 阿姨走 带去走 那是不明 最后跟他设了三个儿子 经常打过 经常忙 那会儿 刘远端已经生下了陶家三兄弟 而陶家强 并没有因为孩子的到来 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家里断米断炊是常识 看这三个孩子 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刘远端不得不想办法多赚钱 你说 雅明人来打工 一千五十个钱 骑用车到家 我说真的 是真的 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这个人说 我带你去 我说带我去 我家只痛 妈妈抢我今天不知道 不知道我吗 你去了你来 这时候我就跟他们一起来了 刘远端当时并不知道 带他来打工赚钱的 并不是什么公投 而是人贩子 而他更不知道的是 自己被人贩子 以两千元的价格 卖给了王善辉 那有同事天见过 说话我不懂 我说 我说 我的天 我走 苗子的路 一句大宝 哇啦哇啦 都是讲话 一句话不听 一句话不懂 最后没了 跟他在一个人说 你说 我跟你走 他说 我不知道 我走家了 直接不好 我都有小孩 有老妈 我走家 不对 不对 我把我看到 最初 刘远端想过要逃走 但由于语言不通 又身无分文 一时间 他指着留在王善辉身边 他不能回家 我希望你叫我做自己 我都说自己的 他不能回家 我怎么都去 他只要你们干喝 都能不能好 久而久之 他发现 这个男人 虽然不让自己出门 但是对自己 不打也不骂 而且这里的生活 比贵州老家 强上百倍 和自己的丈夫 从没有过一天 太平日子的流源端 开始中摇了 就在他要决定 留下来的时候 他发现 王善辉的孩子们 一直不能接受自己 在小孩当我 忙我不行 小孩他不愿意救我 要他 小孩大学 都给他很多意见 所以今天 大家的姑娘 来做我吵 来忙我 来当我 在和王善辉 大女儿的一次争吵之后 刘远端离家出走了 走投无路的流源端 不愿意再回贵州老家 过那种天天挨打的日子 就在小河村 给自己随便找了个人家 看到人才好 人才好 人长得有样 几人两个晚 几人个懒夫 懒夫都没有 懒夫都没有 什么没有 懒你懒就来 方子也没有 你两件懒夫一复 就在流源端 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时 一旁的陶家兄弟 却有些欲言又止 埋藏在他们心中 三十年的疑问 兄弟俩不知该怎么问出口 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会离开我们 反正我妈妈也不说文化 就是肯定是有人骗 还到这里来 是不是 贵州不会很远 到这里来 不可能 没有人骗就不会来 自始至终 陶家兄弟没有问出心里 最想问的那句话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找我们 难道你不想我们吗 刘元端在结束采访之前 突然说出这样一番话 刘元端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一回想起 远在贵州的丈夫陶家强 就想到自己天天挨打的日子 这让他胆战心惊 他怕回去之后 陶家强对自己的打骂会更严重 所以就一直不敢回去 也不敢和家人联系 再听孩子们说 陶家强已经过世多年后 刘元端抑制不住自己的思乡之情 很想回贵州看看 再看看他思念已久的小妹 刘远芬 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的刘元端很不适应 有些晕机 飞机着陆之后 筋疲力尽的他 却突然有了力气 快速走出机舱 在出口张望着什么 我的那个沙河街那个路口这里 姑娘站在 坐 叫来吧 你看 你看小妹 我刚才把人家找到你了 你看你水的 有水的水的水了 你看 我一几个水 你都不一样了 小妹 那是你妹妹吗 是啊 哎呦 小妹睡完了 你 我认不着你啊小妹 我一见了我的小妹 你穿着水薄了 你水扁着 你水太薄了 你穿着 你看他像你爹姐吗 像 哎 抓到了 在张牌子里 在张牌子里 快了 在张牌子里 人不知道 你不要了 人不知道 哎 我走了 我走了 起来好多 行的 妹妹要起来走 我也快在这 路水啊 你屁啊 我也 你不是你了 我起来 我起来 哎呦 你傻的 我上天 水了 多了 早 早 哎呦 感谢大妹 你不能快点 真言 真言 你高兴 你怎么会找到你 哎呦 感谢大妹了 太感谢了 就是感谢 多年未见的亲人们 见面的喜悦之情 经历了三十年的漫长等待 一家人终于在 批多公安局的帮助下 团育了 我希望 我希望就是这样子嘛 假如反正 他在这里过得好 他就在这里过了嘛 假如 对 我的希望是 不可能现实 假如现实 我还是想帮我妈妈 就到我那边去 他这边也有 我妹妹啊 兄弟在这里 也需要照顾 他们其实还小 他们需要照顾 我弟兄三个嘛 反正假如 负担我妈妈 现在也负担起来 不会 不会那么辛苦了 根据他 他如果愿意过去也好 只要他能过得好的话 他自己开心过得好 那就他在这里也可以 过去也可以 反正没随时可以过来 现在 现在好 比以前就是上百倍吧 以前那个 真的不是人过来 只要现在嘛 我想 以后嘛 尽量把这三十年来的 这些摩托感情 把它拍摄成 已经三十年了 我想 现在多走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全世界有那么多种 不同的语言 只有一个词 是同一种发音 那就是妈妈 一生妈妈 喊回失散了 三十年的母子心情 不管这个家庭 曾经经历了多少恩怨和风雨 现在一家人 终于团圆了 对于重拾的亲情 母子都很珍惜 曹家兄弟说 他们愿意接母亲回家 赡养母亲到终老 有这样的儿子 母亲刘元端 应该觉得十分欣慰吧 面对这场三十年之后的重逢 我们必须要感谢那些热心的民警们 是他们的努力 让骨肉得以重逢 让悲剧变成喜剧 让母子心情得到了弥合 我们必须为他们这种 不畏困难的工作精神 点赞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